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不兄弟不编程 大家好 我是LAMP兄弟的从好老师 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讲解 HTML5的标签中的内容 那这节课的内容是 Canvas标签 那Canvas干什么用的呢 我相信对HTML5 有个大概了解的人们应该知道 Canvas是一个画布标签 是不是 主要是用来什么呀 做图用的 好吧 那马上进入Canvas的学习当中 Canvas的使用 Canvas的使用 Canvas标签呢 是HTML5给我们提供的一个 能够原生的支持画图的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属性很少 只有两个 一个叫HT的属性 一个叫WYT的属性 然后呢 这个标签是一个双标签 它的使用 主要是靠JavaScript来驱动的 仅仅用Canvas标签 并不会有什么效果 好了 那我们下面来使用一下 好吧 来确切的来画图 打开下面5 我们的Canvas标签 Code右键新建一个页面 cannvas.html 右键编辑一下 打的错了 右键编辑一下 好 肩括号 什么肩括号 参号 doctyp 写上我们的dtd声明 控制HTML 然后呢 HTML开始 斜杠HTML结束 中间呢 写上Hud头和波的体 斜杠HEAD 来 波的体 BODY 斜杠BODY 好的 Canvas标签使用起来标准 CNVAS 它是一个双标签 咱们说过是吧 来 斜杠CANVAS 然后呢 它的属性只有两个 一个是WIDTH Y的属性 用来设置画布的高度 因为我们画画一样的话 是不是有画板呢 画板就有高度宽度吧 是不是 那WIDE是用来设定宽度的 来 咱设定500像素可以吧 HEIGLT HEAD呢 用来设置高度 来 咱也给它个500 行不行 然后呢 我们想要用JavaScript来获取到它的话 是不是得给它付个ID 是不是 好 ID的事一会再说 那Canvas标签是ATMI五星提出的 它和我们之前讲的音频标签和视频标签一样 应该是有的浏览器支持 有的浏览器是不支持 最典型的就是I1678和I19这些关系 是不是 678是不可能支持Cavis标签的 而I19是支持的 好 那对于不支持的浏览器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介绍性助理 是不是 你显示不出来不要紧 但是呢 至少要给用户一个提示 提示用户升级浏览器 或者说是提示用户 这块有个标签 你的浏览器不支持 是不是 好 来 我们写一个提示 就在Cavis标签中间写一样了 您的浏览器 您的浏览器当前版本 不支持Cavis标签 C-A-N-V-S标签 就可以了 那相对应的 我们从支持的浏览器和不支持的浏览器来看 都一样 都看不出效果来 来打开浏览器 好 看到什么东西 我明确告诉大家 列宝浏览器的支持 但是不是看不见 是不是 看不见就对了 因为画布默认是白色的 那新建画布白色 那背景颜色默认是白色 是不是看不见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CSS给它新加一个背景 比如说 B-A-C-K-G-R-O-U-N-D Bagground 我们给它一个黄色吧 锦号 黄色的话应该是 YELLOW Y-E-L-L-O-W H-E-L-O-W 来刷新页面 你看在我们的猎报浏览器中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框框框 这个框框呢其实是一个画布 有点审查元素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开文字标签 你问它有什么作用 目前来说 如果即使用HTML标签来说 是没什么作用 你也不能往上写对 你也不能画画 也不能干什么 所以是Canvas标签 它只是由浏览器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签 然后建立了JavaScript的API 剩下的操作 全部由JavaScript来操作 好吧 那这个一会再说 我们先看一下 不支持浏览器 现在什么效果 打开我们的IE浏览器 网红照片 浏览器 IE浏览器 来咱新建了 咱们个IETESTER看一下 678好吧 随便建一个 来用高版本的8 相对应的 把相对应的 Canvas标签给拉进来 打开 看 是不是提示 您的当期浏览器不支持 是不是 都是同一个路径 那么猎豹浏览器 它是支持的 而我们的IE浏览器 它就不支持 那当然只有IE9以上在支持 IE9以上 来看一下 我电脑里边的浏览器 这个IE浏览器 是WIN7自带的IE9 它是支持Canvas标签的 咱来看一下 知识不知识 来 拉进来一下 好 是不是知识 能看到黄色框 就是知识 那我们代码中 知识 就会显示出来 相应的 什么Canvas的区域 如果不知识的话 就会显示 咱写的 不知识的 一句话 用来提示用户 好 那在 html部分来说 我们Canvas就学完了 因为它就这么讲东西 然后剩下的 你要加ID 要加Scale 属性 CSC 样式 那都不属于专用的 那它本身专用属性 就是WIDE和HIT 两个 那我们的Canvas标签 就这样就完了吗 当然不能 大家在网上看到 很丰富的 用Canvas做过的游戏吗 没有的话 我这块倒是有个小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前几天 讲在线课的时候 给大家看的 有一个塔方游戏 来 注意 这里边先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图片资源 是不是 只有CSS 相对于塔方就这个 来大家看一下 纯什么样 HMI5做的 允许 来 现在是暂停状态 现在是暂停状态 当你开始选择 某一个炮的时候 就开始了 来选一个吧 选一个小钢炮 来选择 一会一会就开始出来怪物了 怪物就在对面这口 走到这来了 你看 塔方游戏 每消灭一个怪 就会增加多少金钱 科姆玩的什么 球三国转 有什么飞机塔房 都是一个路的 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们没有用任何的资源 纯用了一个 KMNC标签来制作 来 这个看可能看不见 咱还是用 Chrome来看吧 因为他能看见什么 是审查元素 来 你们再看 好 相对还是塔方游戏 你看我点一下 开始 好 开始打 怪出来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可以打一波一波又一波 是不是 可以打N波 这个我倒是没玩过 我打头 因为我那天打了三十多关 没过去呢 这个游戏来于网上 不是我写的 那相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什么做的 来看一下整个页面中 整个页面中除了一个Canvas标签和DIV之外 剩下的全是JS 也就是说 要想建立一个基于Canvas的游戏也好啊 图像也好啊 必须要什么啊 要和JS搭配啊 没有JS Canvas一无是处 好 那实际上我们学Canvas标签 真正要学的不是它的什么呀 wide和hide的属性 而是要学习它的什么呀 API Canvas的API 是为JS操作的 所以我们要学的实际上它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常见属性 这个说了 就是hide和hide两种 是不是没什么好说的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API 那么Canvas的API是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那它的API用哪些呢 好 首先看Canvas对象 Canvas对象有这么12345个方法 分别是sale方法 restore方法 create event方法 和get content方法 还有to.turi方法 那这一块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给大家标红的这个context 那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实际上是由我们Canvas来获取它的对用这个Canvas的这个方法来获取一个做图环境 那这个环境呢 目前只支持2D的 只支持2D的 不支持3D的 好 剩下的再是我们用不上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那还有其他属性 那还有其他属性包括颜色样式和阴影的属性 最常用的我再给大家标红了是Failstyle Failstyle strokestyle 这两个分别是一个是填充一个是画边框 剩下的阴影啊 还有建立什么 渐变呢 我们本节课可能用不上 以后的话 做一个完整项目就用不上了 那本节课主要是基本操作 基本上来看 线条样式 就是给大家定义一下画线的属性 我们画线属于基本操作 你想设置下画什么线 红线黄线 蓝线绿线 想画多粗的 1像素2像素 10像素20像素 想画的最大斜度是多少 这些啊都可以设置 当然大家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啊 慢慢来 因为一会儿我将会带领大家来写 现在只是浏览一下有哪些API 还有巨型方法 就是怎么画巨型 画一个巨型 填充一个巨型 还有给巨型描一个边 这都是不同的操作 包括清除 巨型方法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方法 一会儿给大家讲 好 然后是路径方法 路径方法是我们一直要使用的 而且使用的概率很频繁啊 什么fail啊 stroke啊 beginpath啊 mode2啊 就是什么填充 画框 开始路径 移动 移动画笔 然后呢 关闭路径 画线到哪里 然后呢 剪裁等等等等 还有画圆圈啊等等 这是路径方法 那Canvas的转换方法呢 暂时用不到 这节课可能不会给大家讲解 但是用不到 有需要的兄弟们可以自己过来查一下 或者查手册都可以 那Canvas的剩下的是文本属性 说白了文本属性是什么 我要往一个Canvas画布里边画图 哎 该画什么样的呢 写字 写字 应该写什么样的呢 是写一个送体的 黑体的 是写一个粗的 是一个细的 黄的 绿的 蓝的 是不是啊 这些属性啊 都是可以设置的 并且可以设置漏空字 一会我们再试验一下吧 这个咱今天先简单的 但是我还有给大家写一个漏空字 玩一玩 然后呢 Canvas图像画图 那图像画图呢 就一个方法 叫joe image 就是把一幅图片 直接塞到我们的 什么啊 画布当中 但是很抱歉 Chrome浏览器不支持 也就是我们猎豹浏览器 也不会支持啊 这个以后可能会好点 但是现在不支持 我们看的时候 可能要接触其他浏览器 那像素操作方法 包括设置什么 包括 这是些属性比较多点啊 什么 返回长宽和数据 还有创建图像数据 等等等等的吧 来 图像合成方法 这个是主要是 设置图像的一些属性 像什么全局透明啊 或者说是 或者设置返回新图像 如果绘制自己在已有图像上啊 等等等等的吧 这些东西目前来说 也不会常用 其他方法 这两个介绍法了 这两个介绍法了 来 下面进入实战操作当中 那么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 大家做几个简单的操作 那简单的操作 包括 画一条线段 如何画一条线段 如何画一个圆形 画一个句型 还有如何把字写在画布上 然后是 如何把什么呀 图片画在画布上 我们之前看到的 那个塔方游戏啊 实际上就是由这些基本元素组成的 与其 与之不同的是什么呀 加入了很多编程的思维 才让它显现出那种好玩的游戏状态 整体来说 你看我们刚刚看那个塔方游戏 除了线就是元 要不就是夸是不是 所以都离不开这几个 好 那么我们开始按操作好吧 返回桌面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相对应的 我们Canvas标签已经写完了是不是 那相对应的是不是要什么呀 接住JavaScript来操作呀 script script 开始 斜杠script结束 script结束 然后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获取画布 获取画布 因为一个页面中 可能存在多个画布 也可以什么呀 多个画布同时画图 所以我们必须获取的是某一个 然后在上面画 那获取画布用什么呢 用 先定一个变量 我们先用什么 getelementbyid 先画出的什么 先获取到这个CanvasDome 好吧 那先vs等于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那id有吗 没有 咱加一个好吧 id等于 画图也行 画画也行 随便 我就叫Canvas吧 C-A-N-V-A-S 好吧 叫Canvas 那相对应该获取是不是Canvas这个ID啊 C-A-C-A-N-V-A-S 好 那就搞定了 那目前来说 我们实际上就获取到这个画布的Dome 注意 仅仅仅仅是获取到画布的Dome而已 那能操作吗 不能操作 还不可以操作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什么呀 环境 在获取画布之后呢 需要给它什么呀 设置一下环境 所以我们第二步要做的是设置绘图环境 设置绘图环境 那绘图环境该怎么设置呢 这一块用到了我们Canvas的什么方法 那在刚刚再介绍Canvas 就是往上拉 一到开始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Canvas一共就五个方法吧 是不是 Canvas注意是Canvas的方法 不是画图 是Canvas的方法 Canvas的方法一共就五个 我们说最想用的叫GetContent 是不是 GetContent Context 好 那实际上设置绘图环境就是用它 那C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C-A-N-V-A-S 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获取到的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 Dorm呀 那Dorm 这个Canvas的Dorm点 Get C-O-N-T-E-S-T GetContent 那这个方法就是用来设置环境的 那设置什么环境呢 这一块需要传一个字符串 参数是2D 表示要新建一个2D灰图环境 那么有些兄弟们刚说了 有2D有3D吗 有关于还有张飞呢 是不是2D3D 3D目前来说呢 还不存在 因为目前来说 2D是ATM5其中的一个标准 但是3D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放到ATM5标准当中 那目前要实现3D的话 更多的是借助的是webGL webGL来设置的这个3D灰图 那webGL不属标准 我们在课程中可能不会讲解 得看情况看一下 一般不会讲解 那获取了环境之后呢 还需要一个边量来接收 比如说我们VR再定一个边量 EST行不行 好吧 可以吧 或者叫什么呀 CXT都行 Canvas Context 可以 好 等于 sorry 这不是这份上是等于 这样的话 就获取到了相对应的绘度环境 来 咱谈一下 看看两个一样不一样 L 现在实践22点整 好 来 第一次汇取的是不是 获取的是不是Canvas 让我们看一下 第一次获取的Canvas是什么东西 关掉它 还走着呢 来 刷新 好 你看 弹出的是一个object对象 是不是 HTML的Canvas元素 这是我们什么呀 获取到的Canvas DOM 那相对应的 这一块注视了 我们看一下设置汇图环境之后的CXT是什么好吧 LERT 里面写一个CXT 来 再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关掉它 打开浏览器 刷新 你看 这次获取到的是Canvas Rending Context 2D 是不是 和刚刚不一样了吧 是不是 这次是一个Canvas的汇图环境 而上面那个就是一个DOM元素 对于DOM元素来说 它只有什么呀 刚刚提到的这五种方法 这五种方法 那这五种方法 我们并不能对它做什么实际性的操作 而真正的操作什么呀 是对于获取汇图环境之后的操作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别忘了什么呀 设置汇图环境 好了 那汇图环境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实际上操作好吧 第一点要做实际上操作 咱说画一条直线是不是 来 画 画 画画呢 画一条直线 sorry 应该画一条线段 小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了 直线是没有距离的 而线段才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们确实说应该是画一条线段 那线段怎么画呢 好 我们画线段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计算机是怎么画的 我们会这样理解 计算机就是一个像打字机一样的东西 你这个处 你就是和我们写字一样 你这个笔拿起来 是不是得放在哪 是不是 所以有个开始位置吧 有开始位置是不是 那开始位置 我们叫它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它moto 就是把笔放到哪个地方开始写 那是cxt.move mov2方法 mov2方法需要指定一个坐标 那参数是不是两个数值 横坐标和坐坐标 是不是 表示你在这个页面上 来假设这是00 这是什么呀 最大高度和宽度 那表示你要开始把笔放在哪里开始写 那是mov2方法 那mov2怎么写呢 来咱写一个2020好吧 2020表示什么呀 从画布的右上角往下数20 整个屏幕的左上角是00点而右下角是最大的高度和宽度 这给大家如果学过css应该都明白这个事情是不是 好 那放下笔之后 是不是得拉过去啊 那拉过去干什么呢 来划线拉过去用lan2 Lan2 Lan2 是不是线的意思啊 线到哪 那到哪呢 如果你咱画一条横线还是画一条竖线 好那咱画一条横线吧 横线的话就是20到100行不行 然后纵坐标不变 这是不是叫横线啊 那相对应的这样来话说理论上应该可以看到了吧 是不是啊 但实际上可以看到吗 来刷新页面 看不到吧 是不是啊 看不到就对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完 刚刚只是做了一个指挥的动作 我们的移动到哪里 然后呢 画到哪里 只是一个指挥动作 并没有开始画 真正的画呢 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路径方法中的STR OK stroke方法 这个方法才是什么呀 把线给画上去 这个确实动手 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 命令符号一样 这是确确实实动手 来再看一下 刷新 是不是一条横线就有了 这什么颜色能看清楚吧 是不是黑色一条横线啊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画线的方法 第一步是什么呀 设定 设定笔处的位置 就是什么 把笔放在哪开始画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第二步叫画到哪里 设置移动 什么啊 设置移动的方式 移动到哪 我画线 画到120这个左标点 那第三步表示什么呀 好 画 现在开始画 画线 把线给描上去 这就是画线 好 那画线到这就结束了 好 那很多兄弟们可能说 你画的线什么样的 是不是固定的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不是一个黑色的线啊 我能不能变成一个 什么线 红线啊 绿线啊 蓝线啊 能不能变 可以 那如果你想改变画线的方式的话 就要回过头来找我们什么呀 画线的相对应的属性 来找 样式阴影 这是颜色样式和阴影 是不是 来我们找一下笔触的线条的样式 线条量式 那线条量式的话 有设置宽度 是不是啊 好 这是设置宽度 那咱试一下好不好 在你要画之前 在哪儿画呢 在这儿是不是画之前 来 可以进行设定 什么啊 画笔的宽度 相对应的是 CXT这个对象 这画布对象的什么呀 笔触叫 什么 栏外的是吧 栏外 来 栏外 来 默认我等 默认是1 咱等于10行不行 整形 整形就可以了 来等于10 好 看一下 刷 是变成10像素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线段了 是不是 好 那可以改变颜色吗 也可以 来 回来找颜色属性 刚才是哪个这个 是不是 好 来找颜色属性 好 颜色属性是 Stroke Steel 设置笔触的颜色 渐变或者模式 是不是 来 Stroke Steel 在设置我们的笔触宽度之后呢 可以设置一下 设置 设置 设置什么呀 画笔的颜色 那颜色是 CST对象的 我们复制的什么呀 Stroke Steel 表示笔触的 风格 那风格什么东西呢 好 这一块呢 你可以写 我们 CSS中 所有的 颜色设定方式 不论是 英文 单词类型的 16进制的 还是RGB的呀 或者我们 或者我们HMI5的RGBA 或者HSL方式 都可以 都可以 可能这个RGBA和HSL属于CS3 大家还没有介绍 还没介绍到那块 那咱就不用了 用简单点 好吧 警号 绿色 RGB 绿色应该是00FF00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 画的是不是叫绿些 来 看一下 刷新 是不是变成绿色了 你想用什么颜色 就用什么颜色 来一个 屎黄色 我最喜欢的屎黄色 警号 FF9900 来 加上野号 注意是字符帅形式 刷新 是不是屎黄色就出来了 好 那样我们线段就画完了 反回来 这个代码在这 这样我们线段就画完了 取消 好 一条线段搞定 那线段画完之后 我们画什么 来看一下 线段画完了 我们要画一个圆形 是不是 好 那圆形怎么画呢 这个更简单 画一个圆形 咱把代码往梭记一下 这样看得舒服点 这样 圆形 好 那画一圆形该有什么函数呢 用路径函数 往下找 找路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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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好 在这 路径函数是用ARC来进行画圆的 你看 用于创建圆形或者部分圆都可以用ARC 那ARC就是用来画圆的 相对应的 它的参数可能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那怎么用呢 来画一下好吧 返回代码 来 CXT B.ARC 这是不是方法 是不是 好 它的方法有几个参数 因为我们知道 画圆的话 最起码得知道什么 圆形和半径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参数 实际上是圆形的坐标点 那么咱看一下大家画吧 咱在它旁边 咱在这个航线旁边 那在这块吧 这一块大概是 我也算不出多少 咱应该往下画吧 好 咱就差不多写一个 好吧 那往下画的是200 横桌标选在200的地方 然后呢 咱纵桌标选在也200吧 好吧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是它的半径 那半径再画个多大好一点呢 画一个50 行吧 然后呢 第四个参数和第五个参数 表示角度范围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它可以画什么呀 画一个圆 或者是部分圆 所以 画圆的时候就是什么呀 全角度 从0到360 如果想画半个圆 就从0到180 是不是啊 好了 最后一参数是什么呀 是正的画 还是逆的画 就是顺时针的画 还是逆时针的画 这个无所谓 来 相应的参数 要么处要么force f-a-l-i-c 行吧 force 然后呢 看一下 能看见圆吗 刷新一下 是不是看不见呀 是不是 看不见就对了 为什么呀 没有画什么 没有画线 也就是说必须我来一个什么呀 stroke 把线画上去 来 cxt cst.str oke 来 再回来看一下 好 刷新 刷新 一个小圆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是大家觉得奇怪 这个小圆画的怎么还跟上个线段有联系 是不是 好 这个注意啊 不是咱画错了 是咱画的方法不对 因为 那就是错了 这边强势保证 好 因为在画线的时候呢 再画一个圆 这两种东西 线和圆形 都属于路径画图方式 那路径画图方式 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必须先开始路径 然后结束路径 否则的话 多个路径图形 会进行连续化 所以就会看到我们这种什么呀 第一个路径图形 画完了之后呢 再画第二个 结果这刚好什么呀 刚好给连过来了 这就是路径图形 没有封闭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在每画一个路径图形之后呢 必须要进行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用cst.close close就可以了 close paste path close paste 来进行路径 封闭 来再回来看一下 刷新 突然感觉又变了 是不是 我把右边改了 前边都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实际上 在关闭的时候 下一个图形 还必须什么呀 开始路径 cst.r begin b-e-g-i-n-p-a-t-h begin pass 这样就没用提 来再看一下 来刷新一下页面 是不是 圆形和直线就分开了 是不是 好 先对应的 我们就总结成这种规律 什么规律呢 凡是 路径图形 必须 先 开始 路径 画完之后 画完画完 画完图之后 必须结束路径 就是什么 我们两个方法 begin pass 和什么 close pass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画了 就没必要begin了 当然如果说 大家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规整 或者为了好记 可以什么 任何一个都开始 来 开启路径 开启新路径 好 cst.begin pass 然后画完是不是 封闭路径 然后再开始的时候 再开始一个新路径 是不是 来 开始 新路径 那画完了之后 是不是什么 封闭吧 封闭 新路径 好 那这样我们圆 是不是就 清晰的展现到 在面前了 有些训练说 你这个圆的框那么粗呢 好 注意 这个线的粗细 取决于你 什么呀 最近的一次 笔出设置 最近的一次 笔出设置 就是什么 画笔设置的时候 最近的一次 就是你以后画的方式 那如果什么 我想改一下怎么办呢 你想改一下的话 就重新再设置一次就可以 来 重新设置画笔 那设置画笔是包括颜色呀 还有线的宽度 是不是 来 咱把宽度拿下来 改一下 为了好看点 咱画细点 行不行 画一个三香醋的 来 再看一下 是不是变细了 是不是 要换个颜色 要换个颜色 好 颜色的话 是stoke stealer stoke steal 来 咱设置一个 来个王不绿 王不绿什么颜色 默绿色 好 英文不知道 那咱写一个 绿色吧 好吧 G21 来刷新一面 是不是绿色的圈圈 是不是 好 那刚刚画的是什么 是一个空性圆 那如果我想画一个什么 我想画一个实性圆 该怎么办呢 好 实性圆的画法和空性圆的画法 基本类似 基本类似 那我们这块是不是画了一个空性圆形 是不是 好 那再画一个实性圆形 来 方法是一样的 画一个实性 实性 圆形 那么对应的 我就不给大家写住 是老吧 直接开始路径 cst.beginpass 然后呢 什么呀 开始就结束 养成习惯 下次就是开始路径 结束路径 然后再开始在中间 是吧 画图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不会忘了 是不是 好 开始结束之后呢 画圆形 cst.arc 套上括号 直接在里面画 第一个是作表点 是不是 那咱和这个做一下偏离 和咱刚画这个做一下偏离 往上画一画 先将 往上画的话 重作表减一下就可以了 那 相对的 横作表表200 重作表表成 100 行吧 半斤50 然后呢 角度还是0到360 画一个圆形 然后再画一个逆项吧 f-a-r-c boss 好 360度 那相对应的 这样画是不是也看不见 是不是 肯定看不见 意味着什么呀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 没有画这个什么 sstroke 是不是 但是画了sstroke了 又成了什么形 是不是一个空隙元 但是我们要的是实践 所以不用sstroke 那这次用什么呢 好 这次用的是另外一个 叫fill cst 再小写 cst.fill f-i-l-f-i-l fill 来 touch power 刷新页面 好 一个展新的圆 就在大家出来 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 但是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黑色的 是不是 是一个黑色的圆 你看 这个圆形是不是实新的 好 但是大家说了 这个黑色不好看 我想改变一下颜色 可以吗 可以 这次设置的就是什么呀 填充的颜色 而不是画笔的颜色了 这次是设置填充的颜色 设置填充颜色是 cst.fill sexual st yl-e 等于什么东西 睇用刚刚设置笔触的时候 是不是 util充闭 用 用 出来 就是 用 file 来填充 就是 就是 fea 这次填充一个红色的 好吧 红绿红绿的 来R1D或者是写一个什么呀 RGB然后是套上RGB RGB套上括号 总结写上255多号0多号0 这是都可以 来刷新一面 一个红色的葫芦 一个红色的圆圈 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给大家什么呀 计划实新的 优化空新的放在一起 那怎么样 是不是只要什么呀 复制一份 填充给他就可以了 来再填充一次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既有空清的 不是既有边框 又有内部颜色 是不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塔防游戏中间的小炮筒 就是什么 还有没有塔防游戏 塔防游戏 好嘞 你看这小炮筒 小炮筒怎么做的 是不是就画了一个实际源 然后加个边框 黑色边框 再来个圆 再来个边框 至于这个亮点 是用渐变做的 这个咱以后再说 好了 实际源到此就画完了 那么咱再画一个其他图形 好吧 还得画什么图形来着 上面好像忘关闭路径了 光写忘关闭 来 关闭一下路径 粘贴一下 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好 看一下课件 我们下面要画的是一个巨型 是不是 来画一下巨型 巨型怎么画呢 巨型就要用巨型的画图方法了 巨型 画一个巨型 当然巨型的画图方法和别的可能不太一样 那相对的巨型方法我们应该是单独介绍过吧 是不是来找一下巨型方法 好 你看巨型方法 它不属于路径方法 所以画巨型的时候可以什么 可以不封闭 就说可以不开始入境 可以不封闭路 直接画就可以 那怎么画呢 ICT就可以 这CXT.ICT套上括号 那画巨型的时候呢 需要几个参数 一共四个 第一个参数是从哪开始画起 就是起始点 那起始点是什么呢 是320好吧 咱就在顶头写 那第二个参数是你要画多长 或者多宽的巨型 100 是不是个正方形 是不是 300200地方画一个正方形 当然现在能看见吗 是不是肯定看不见 是不是 好 那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什么呀 没有封闭的 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执行 真正的执行是CST.STROK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 是不是 来再看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呀 我不需要开始路径和封闭路径 这是巨型的特点 因为它画的时候相当于 什么 这么画的 它不是这么画的 有线条 它是直接画出一个 所以不需要开始和结束路径 那么这是第一种巨型的方法 第一种巨型的方法 那还有其他方法吗 有 画巨型还有别的方法 来 其他方法 在巨型的函数里边 给我们提供了 FILLE.ROCK和STROKE.RECT 这两种方法呢 也是可以用来画巨型的 来我们画一下 看一下好吧 那STROKE.RECT是CST对象的 CST.STROKE.RECT 他画的时候呢 也需要指定坐标 注意直接画 二再画一个三百 然后呢是一百五十往下画 然后多少一百 多少一百 来看一下 懂不懂一个 来刷新面 是不是又画出一个 这个相当于什么呀 上面两个组合呗 是不是相对上面两个组合 那这是空心巨型 空心巨型 那画实心巨型呢 老规矩 CST 好 这是实心巨型 实心巨型 那怎么办呢 CST.RECT 套上关号 那咱还往下画吗 好 还往下楼 行不行 还往下楼 那相对应的是 好 往下再楼上 一百 那是三百和 一百五十往下拿了 三百五十吧 不知道能不能重 那他对应的是 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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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RECT 这个是画了一个实心巨型 相对应的 画完的时候 只需要用什么呀 用填充就可以 Fill 这次画的就是一个实心了 好 来 刷新一面 画一个实心 是不是一个实心的 大家发现没有 我前面这个也被我填充了 是不是 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是stroke 封闭了 而后面的填充 对这个封闭的路径 依然有效 那 如果你想什么呀 想这两个不一样的话 那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把前面的路径 给关闭了 或者是在后面开启一个吸路径 那有些兄弟们说了 刚刚说了 不是不需要 不需要重新开启路径吗 那注意 那个是对什么呀 对于我们的画框来说 或者说路径方法来说 是不需要的 但是填充的话 它是什么 只要你前面有一个东西 没填充 没有什么呀 没有关闭路径 或者下面这个新的 没有重新开启吸路径的话 它会把前面没填充的 一次性给你填完了 所以注意 如果你是什么呀 困住用的 既要画框 又要画实心巨型的话 别忘了在新的这块 什么 重新开始一个 路径 cst.bgin begin path beginpass 讨成括号 这样就可以了 来刷新一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写的时候 要求什么呀 要求大家写的完整一点 不要写这么分散 什么呀 又开启 要关闭 是不是 开启就要关闭 相对应的 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无论做什么图形的时候 画一次 开启一次 结束一次 画一次 开启一次 结束一次 这样就保证什么呀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不会出错吧 是不是 都不会出错 来刷新一面 好搞定 是不是没问题 好 这个有点高了 来 250 往上走 刷新 有点靠近了 270 好 好 一个句型 是不是出来了 那还有其他画 实心巨型的方法吗 有 我们这块还提供了一个叫 什么呀 fail react fail react 就是直接填充一个句型 直接填充一个句型 来 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 说白了 这个和什么呀 这个和这个 stoke一样 相对于什么 上面的合集吧 是不是 来 解一下 试试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使用这个clc点 什么呀 fail react 或者说是stoke react 因为它什么呀 不需要开启和关闭路径吧 是不是 比较手势一点 来 300 好 350 比较少了 可能一会再改 然后100 走号 100 来 套上框 刷新过来看 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充电了 需要把它离开点 370 刚好一样 哎 这点过了 来 390 好 是不是分开了 是不是 你看 我们画句型 方法 各种各样 但是 提倡大家用这种方式 提倡用这种方式 来 提倡 建议 使用 此方式 虽然 方式 虽然多种方式 都可以实现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使用什么呀 这种固定方式 是不是省时省力 是不是 省时省力 省得老 开启光闭 开启光闭 累得慌 好 巨型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画一个 什么形状 看一下 好吧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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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型画完 往下拉 巨型画完 咱写一段文字进去 可以吧 写一段文字进去 设置文字 好了 文字的设置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先什么呀 设置一下 你要写什么样的文字 或者什么样的类型 那这一块呢 相对应的 我们有文字的 属性设置 来 看 有font text align 和 text bit align 是不是 那我们需要设置 font就可以了 实际上它和CST设置 是一样的 来设置一下好吧 CST.FONT 等于 这块写字符串 字符串里写什么呢 你要设置自己的样式 比如说是黑体字 是不是 40相素 PS 好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什么 写字 那写字 有对应的写字方式 一共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不是 三个 那 file text 是填充一个字体 是这个是写一个漏空字 这种漏空字 然后下面这个 暂时不用 然后我们用它两个写来个字 先用file stag 来写 file file CST CST 对象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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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nt f ont 大写的f 好嘞 掏上括号 好 那 这个方法 sorry file text 写错了 file text t est file text file text 里边呢 需要写什么呀 字符串 你要写什么 得告诉人家 是不是 比如说是 吴兄弟 不编程 符号 不编程 不编程 编程 好 这是要写的字符串 后边还需要告诉程序 你从哪开始写 就是一个作表点 比如说 看咱还有没地方 比如说咱从 这边还写行不行 这边大概是 20 然后动作标是300吧 20 300好吧 20的横作标 300的作标开始写 来看一下有没有 刷线面 是不是吴兄弟不编程 是不是 这有40像素 那么点 好 吴兄弟不编程 但是是不是效果写反了 咱看一下 把它换一下 行不行 空格 刷新 写反了 它有顺序要求 它有顺序要求 好 那这一块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40像素的 吴兄弟不编程 是不是 好 注意 这个字是什么 是不是实心字 是不是 你看是实心的 那相对应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写空心字 空心字的方法就是 StrokeTest 来复制一下 CST.StrokeTest 参数和FailTest是一模一样的 来咱就复制下来也可以了 但是为了好看点 咱把什么 把它这个路径改一下 300 350吧 怎么叫 让它分开 分开写示 来刷线一面 是不是 吴兄弟不编程 但是大家注意没有 这两个字的颜色 不一样 是不是 不一样就对了 因为我们之前填出的时候 设置的一直是红色 所以你Fail的时候 就是个红色 而我们画线的时候 一直是绿色 所以你Stroke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 好吧 那这个Stroke可能是 一点小了 看不出来 咱这个线有点粗了 看不出来 如果你把这个 在这放大一下 试试 来80像素 这可能就有点大了 就能看见中间是空的了 是不是空心了 因为我们刚刚线画粗了 线画粗了 那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还反回40 然后我把线变系一下 将笔触设置为一像素 因为太粗了 咱看着就跟实际一样 是不是 那设置笔触是什么 CST.Stroke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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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套上括号 什么套括号 设置一下 设置笔触的是什么 栏外的 是不是 线的宽度 Line W ID DTH 好 等于 设置一个一像素就可以了 好吧 再回来看我的 漏空字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漏空字 好 那 字 我们就写完了 相对 你想改什么 改字体 可以直接把它改进去了 比如说是 送体 可以直接写 多个雷用的 送体 好 那这个 有些训练部门什么意思 它实际上就是 font CSS中的 font属性 因为 font属性是不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解写的属性 是不是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 就是 font的CSS属性 必须有数据限制 否则会失效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次写的包式 来刷新下一面 好 是不是变成送体字了 是不是 由刚刚黑体变成素体了 是不是 如果有其他字体 还可以往里写 但是我这个电脑里字体比较少一点 写它就亮 好 那文字设置完之后 我们就是 画图 把一幅图片 不是一幅 把一幅 图片 画入 什么呀 画到 画不中 那怎么画呢 首先得有图片 来 找谁 百度 好 图片 看有没有美女帅哥啥的 这个萌的行不行 很多妹妹喜欢萌的 那咱就来一下萌宠 哎呦 这个太高贵了 萌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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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 萌萌 有没有比较萌一点的 这都不太萌 这些小猫很嚣张啊 哎 这个萌 图片 零所谓 桌面 好 保存出来 我们桌面上就会多一幅图片 来 小猫 好 就它了 好吧 然后呢 咱给自己叫小萌萌 小萌萌 复制过来 到我们的 做的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好 Canvas里边 这是不是有幅图片了 是不是啊 那相对应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先创建一个图片对象 或者什么呀 或者是从这个页面中 获取一个图片对象啊 当然我们现在获取不到 为什么呀 因为 我们没写萌萌标签 所以回不到啊 那可以什么 可以新建个萌萌对象 那萌萌对象怎么新建呢 好 我们需要 声明一个变量 img 然后呢 什么呀 你有一个萌萌对象 img对象 这样就新建了一个 萌萌对象 那相对呢 相当于什么呀 在浏览器中加入了 一个萌萌标签啊 当然我们这块是 直接新建了一个对象 就不用获取了 是不是啊 然后相对呢 需要设置一下 它的属性SRC 找到什么呀 我们刚刚那副 很萌很萌的小猫猫 小猫猫呢 在这呢 小猫猫小猫猫在这呢 好嘞 复制一下 放进去 那这一次这幅图像 现在也没了标签 并且有什么呀 有图片属性了 剩下的就是把这幅图片 给写到画布中 那怎么写呢 用CST中的 只有一妹子属性的方法 DLAW 好 IMAGE 好 这个方法呢 一共有几个参数啊 首先第一个参数是对象 你需要把哪个对象给放进去 就是图像对象 第二个参数是 从哪开始画 那咱从哪开始画呢 从 没太大地方 咱从这块了吧 这块大概是 横坐标是20就好了 重坐标是 三百五 好 横坐标是20 重坐标是三百五一点低啊 三百 三百三百几 三百七吧 好吧 三百七十 然后剩下两个参数 表示你要画的图像的大小 注意你要按照图像的实际大小来做 否则会什么呀 否则会进行强制缩进的 来 二百三乘三百六吧 是不是 来 二百三十乘以三百 零六二六十来的 我也忘了 三百零六三百六 三百 三百六 三百零六 那没错 保存一下 再看一下页面 哎 哎 看不到吧 是不是 好 注意 咱刚开始讲的时候就说过 谷歌浏览器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不能够识别周一妹子方法吧 所以你需要打开一个假浏览器 比如说open 好 哎呀 是什么默认的 来 看到没有 我们可爱的小猫猫露出半只领啊 是不是啊 好 之所以露出半只领是由什么呀 我们的高度宽度有限啊 如果你想看到全领的话就把什么呀 把高度调高一点就可以了 拜拜 来 刷啊 先一遍 哎 整只小猫猫是不是就出来了 哦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基本画法就画的差不多了 还可以给大家画一个其他形 比如说一个多背形形吧 多背形的话就从三角形开始画起吧 好吧 最简单的那个三个角形 那剩下画一个多背形 或者画一个三角形 画一个三角形 对了 这个刚补充一下 注意 webkit那盒 webkit kit 内核的流量力器 主要指的是 CHROME 和猎豹 不支持啊 不支持该方法 如果画的时候 就是说千万别忘了上i1 或者上i1 9 i1 10 或者去openln去开销 好吧 那三角形该怎么画呢 好 要画三角形 实际上就是画一个直线 然后一点一点点画 好 我们画三角形实际上和画那个线的差不多 首先是 呃 猫豹兔 然后开始入镜是不是 开始入镜啊 cst.begin begin path begin pass 开始一个路径 然后呢 结束一个路径 cst.close close path 开始路径 结束路径 然后呢 中间 惹过了啊 然后中间呢 先移动到我们有点 好 移动至 开始点 那咱移动到哪呢 cst.mov1 mov2 弹错哪个话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从 小猫猫在这下面 咱不能站着人家 咱open看看 小猫再上这画行不行 像巨型下面画 巨型的话 它的 巨型看在哪位置啊 它是在300和390 300和390 那应该加100是400 420好吧 那先对应的 mov2哪呢 横坐标 mov2到300 这个不便 300 然后呢 重坐标是390 加上100 是490 490应该是500了 来 从500上去画 好 mov2到300 到 你不会那么远啊 mov2 再试试一会儿啊 可能调度不太对 然后呢 cft 点 lan2 画到哪 用线画 lan2 探上括号 lan2到哪呢 好 这得移动一下 不移动就成横线了 横线的话 300 350吧 行不行 然后呢 450 咱先随便写 一会儿再调整好吧 因为这个不太好算啊 点 lan2 探上括号 这个移动到500 多号 600 这个画的可能不太好看啊 但是一会儿咱调整一下就好了 好吧 然后最后是把它封闭一下 cst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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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上括 二号结束 来刷新页面 好 这个三两星画已经过了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咱没弄好啊 咱没弄好 得调整一下距离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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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400 400 400 500 500吧 然后剩下的一个应该是 550和 550和这是哪个点 300300在这儿 5505在这儿 然后剩下一个是 横坐标变短点 纵的不变 然后是 250 2500 刷新 这个点 设计的不太对啊 这个点 mo2 lan2 lan2 这点设置的不太对呢 咱一会改一下 好吧 这个咱 对 咱这个需要先关闭路径 三角形 花多变形 需要继续点 先关闭路径 才能什么 才能填充 否则它路径跟别人连上去了 再回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这次好多了 是不是 这次就好多了 但这个还是不太好看 300300往下移 这是 300500 移下去 然后呢 我再往下移 好吧 再移一下 300 lan2 花到哪呢 花到这吧 花到横坐标300 纵坐标是600 300 纵坐标是600 600 耍心 然后呢 这个让它过来 好吧 让这个三角形过来 那这个应该是400和 550 纵坐标是400 纵坐标是550 好 这次就比较漂亮了 来 三角形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刚刚画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空心三角形 相对应的 还可以画什么 实心三角形吗 那实心三角形怎么画呢 一样 实心三角形无非就是什么 实心三角形 无非就是把它用填充 而不用stroke是不是 相对应的是一模一样 来 开始路径 结束路径 来 相对的stroke用什么 fail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 填充一下 看角度 是不是出来一个 两个冲合了 因为这个角度不变 那咱整体的 把它的纵坐标 往下移 行不行 整体往下移 200 好 700 然后800 然后是750 来 这次纵坐标一下去了 来看一下 是不是下来一个 相当分离出来一样 是不是 有点高了 600吧 600 现在多 600 600 700 然后是650 刷斜面 是不是两三角形 是不是都有了 是不是 一个实心的 一个空心的 好 三角形 这块需要注意 就什么呢 这个填充 或者 画路径 画路径 需要 先 闭合路径 再画 是不是 先闭合路径 再画 好 那三角形 画完之后 咱还有下任务吗 来 回来看一下 还有下任务吗 好 没有 最后叫反准图片 是不是 那前提是 得有张图片 那咱有没有 是不是有张小猫了 是不是 那剩下的事情 咱就把它翻过来 好 我们来写一下 来 旋转图片 图片 好 那我们是不是 得有幅图片 是不是 好 刚刚说了 图片 图片 一会再说 好吧 一会再说 那么 旋转图片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 那首先一件事情是 设置旋转环境 那注意 我们旋转的时候 是对什么呀 是对整个页面中的 某一个元素 或者说是某一个图像 某一部分 这个巨型啊 三角形啊 或者我们刚画这块 小萌萌 是不是 对它进行旋转 所以旋转的时候 不可能是整个环境旋转 那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一个 特别的环境 就是旋转环境 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呀 在游戏里叫它什么 一次元呢 或者二次元空间 是不是 那旋转 旋转完之后 再c回来 那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 cst 小写啊 cst.sawe 把当前的这个 已经做好的环境 保存一遍 然后呢 什么呀 保存完之后 在中间进行图片旋转 图片 旋转操作 或者说是图片啊 或者其他一些形状 是不是啊 形状 形状 旋转操作 形状啊 形状 旋转操作 那操作完之后呢 把操作 把旋转之完的图片 再c回去 那相当于什么呀 返回原来的画布 是不是 将 旋转之后的元素 放回原画布 画布 那这块 那这块什么呢 刚刚是不是已经保存过环境啊 是不是啊 把什么呀 把这个图片 或者形状拿到二层元旋转 旋转之后再c回来 c回来之后呢 用的是我们与c相反的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介绍过 但是没用过啊 叫 restory 返回保存 返回之前的状态 是不是啊 他说的是 返回之前保存过的路径状态和属性 这咱们不用管啊 就是返回之前的状态 大家就可以 当他什么呀 创造了一个 可以旋转的二次元空间 旋转的时候呢 其他元素不受影响 然后旋转完之后 它就c回来 好 那就是这个 restory 好 那剩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将图片 或者形状 进行旋转 是不是 好 那旋转之前 再做一些简单的事儿 好吧 先旋转一个线段 先简单 再拿一会儿 一会儿再旋转图表吧 线段 那我们之前画了一个线段 是不是啊 就是开始这个线段 begin pass这个线段 也就是我们页面中 最上面这个线段 我们已经旋转过了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再旋转一次 好吧 那怎么旋转呢 好 旋转的时候 很简单 就相当于新 在里边新画了一个图 begin 注意旋转的不是原图啊 cst.begin begin p a t h begin p a t h b a t h b a t h 然后呢 什么呀 是不是结束啊 c st c st. Đo c l o s e c c l o s e c close page p a t h close page 然后呢 中间就是画 scholar 那我们发现第一件是不是 mo2啊 clt.mov2 mov2哪呢 好 这个比较有讲究 我们原来是不是画在2020啊 是不是 来咱先写个2020好吧 先mov2到2020 然后呢连上去 是吧 是不是蓝兔啊 蓝兔 原来是20 然后是100是不是啊 好 这是环境有了 返回环境 这就是二次元空间有了 是不是 然后图片图片有了 那怎么旋转呢 注意旋转是先设置的 然后再画图 所以这个应该靠后一点 所以在属于旋转这块 应该是设置旋转角度 设置旋转角度 那怎么设置呢 用的是cst.roatae 是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啊 看没写错啊 往下拉一下 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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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O-T-A-T-A-T-E 选错了 R-O-T-A-T-E 好 这个方法 好 那这个方法呢 它需要往里传一个叫弧度的玩意儿 参数是弧度 那弧度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我知道 光知道怎么转换啊 角度大家都知道是从0到360 是不是 这个好说啊 那角度转换成弧度 数据好的学弟们你可以自己去算啊 数据不好的学弟们就记住就可以了 角度 乘以什么呀 M-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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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对应的这一块参数还可以可正可负 正数表示顺时旋转 负数表示逆时旋转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 OK 回到一面中 刷新一面 没出来 没出来是不是哪出问题了 咱看一下 然后root旋转max点pi 图180 然后开始一个路径 begin pass 2是小写的 是不是 2 刷新一面 好 刷新一面 哪出问题了 看一下 咱这块写错了 而且还忘了最重要的事 忘了啥了 忘了封闭路径了 是不是 cst.r.str.oke 忘了封了 不然怎么能看不见 好 相对应的 来 放上写错 来看一下 好 刷新一面 是不是看不见线段 是不是 线段看不见是对的 因为我们角度写的是个90度 90度是不是垂直了 注意 它旋转是怎么旋转呢 是以零参考点开始旋转 我们画布的零参考点 是不是这个点 相对于旋转成这样 90度 是不是成这样 竖线了 于是就处于屏幕之外 我们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度 稍微改一下 改成一个10度 还能看见 刷新 看不见是不是 来再改一下 30度 刷新 刷新刷新 刷新 点错了 刷新刷新 这块还是没出了 CXT 这也是 这不在这 看不见了 好 是不是看见一块了 是不是 旋转了一部分 是不是 注意它是这样的旋转了30度 相对于我们可以再改一下 负30度 这样子出来 反正能出来就行 是不是 好 注意 这个出来的时候 它的旋转 是按照 这个什么 这个CANELIS标签的00点旋转的 你看它俩是不是对不起来 你看一个在这开始头的 一个在这开头的 那为了好看点咱把这个样式也设置回来 好吧 因为这个是绿线的 刚刚是不是黄线的 咱把这个样式也拿过来 样式的话是Lan的10 区分 刚好区分的时候 我们一个什么 一个 有红线 有个绿线 这个还好 刷新 是不是这样的 明明明显对不上去 是不是 它俩参考点不一样 我们本来意思是以这个点为参考点 是不是旋转了30度 但它实际上是以这个 什么 CANVAS画布的00点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什么 把这个参考点换一下 换到这块 那怎么换呢 好 这一块换的时候 首先可以改这块00 那你看这一次 变了 是不是 明显的按照00点开始旋转了 刚刚不是 所以刚刚是按照这个 CANVAS画布的2020来返回一下 看一下 刚刚是按照这个点 CANVAS的2020这个点 按照这个点开始旋转了 那现在我们改成00 这一次就绝对的按照CANVAS 你看是不是捅过来 是不是 绝对按照CANVAS的00点开始旋转 但是我们要求的不是按照CANVAS 按照这个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旋转之前需要做一件事情 叫重置 应该是在一次元空间 一次元空间 重置 重置00点的位置 重置00点的位置 就是什么呀 就是在一次元空间给它设置一个00点 其实点 那怎么设置呢 这一块用到我们之前的另一个卡数也没用过哈 学过但是没用过 叫什么Translate什么东西 来看一下 不是这个 往下拉 也不是 往下 往下 好就这个 Translate 这个 重新映射画布中的00位置 这个就在我们什么呀 Save和Restory直接使用 说白了就是什么 在一次元直接用了 好 那你要定到哪个点呢 我们原来这个直线是不是从20花到20 是不是 那你可以什么 20 走好 20 那这样以来的话 相对应的在一次元里旋转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起始点开始旋转 来我们再旋转一次 刷新一下 是吧 按这个点开始旋转了30度 是不是 是30 是不是 好 30度 是不是 你看按照这个什么呀 20 20点开始旋转了 那之前是不是按照这个00 是不是 好 那整个图片旋转就这些内容了 整体流程大学了解一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设置一个一次元空间是不是 叫 CSC.Save 用来保存之前的环境 那 CSC.Restore 用来把之前保存的环境再Save回来 中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次元空间了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这样怎么认为呢 认为中间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 目前来说我们操作的页面 我们就的确在这操作的 然后呢 我们在操作之前 把之前的所有话的内容 都给扔到外边去了 但是还记录信息啊 然后我这个画完了 是不是旋转之后啊 然后把外边的按照原来的位置 再C回去啊 这就是什么呀 保存和重新释放的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说一次元空间 可以这样相对的理解 相对的把这个转换的地方 放成一次元啊 实际上是我们之前的东西 去了一次元空间 而现在这个内容还在当前面上画 好 那这块是比较绕的啊 所以需要大家多写一写 好吧 多写一写 第二个是 设置完一次元空间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一次元空间 这块重新画画了 那画的时候要搞第一件事是 是否要重置零零点 就是说你旋转不是吗 那旋转的时候 你要选择一个参考点 现在想旋转呢 默认是按照我们画部的Canvas 零零点开始旋转的 默认是从这参考点 比如说我在这画个圆 那我说旋转90度 那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点开始 往这里边是不是 往屏幕里边旋转90度 我说旋转30度 那可能就是下来30度 按照这个零零点参考的 但是我们经常的是什么 是不是在图片原有的位置上 进行旋转啊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直线 原有的位置上进行旋转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什么呀 设置参考点为 它的图片的开始点 就是我们这个直线的开始点 是不是2020啊 这次再画新图的时候 旋转20度 就是用到这个设置之后的 什么呀 零零点 就是我们这个translate 好 那设置完这个旋转点之后呢 就可以旋转了 旋转之后再画图 注意是旋转之后再画图啊 来 咱写一下 过程 不可颠倒 先设置 零零点 再什么呀 旋转 角度 然后 然后画图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就可以实现了 好吧 来 咱是不是说要把图给旋转一下 是不是 刚刚画了一个直线 咱这次旋转图 旋转 小萌萌 是不是小萌萌 好 那怎么旋转呢 首先先给它之前的画好的东西保存一遍 Save 然后创立一个易旋空间 有开始 是不是就有结束啊 是不是 Save 你保存之后它在释放呢 所以还有一个释放 R-E-S-T-O-R-E 好 释放 中间就有空间咯 那空间里边就可以随意旋转了 那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得设置旋转点啊 是不是 那看一下 这个看不见啊 sorry 打开我们的Open浏览器吧 好 那小萌萌的点是多少点啊 是不是这个参考点啊 是不是 这个参考点来看一下 小萌萌凑转化的 是20和370吧 是不是 那我们就把20和370设置为原点 那怎么设置呢 好 用CST.translantranslate 好 没写错吧 来看一下 没错 然后呢 20多号370 设置好原点之后呢 就可以旋转了 你要渲转多少度呢 咱别渲转太大 因为图片的大 咱旋转十度好吧 用ROTAT 旋转十度 那十度咱说了 要转换是不是 十度顺时 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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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旋转 十度 然后信号 乘域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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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要除以180 这就可以旋转十度咯 然后剩下的时间是把图像给画过来 是不是 那画过来咯 图像在哪呢 咱直接复制 咱直接复制过来 好 把图像画过来 好 但是需要大家注意 在画图的时候 这块是不是有个参数 20和370 注意 你现在的2370已经是00点了 所以画图的时候 这块又写成0和0 这块画 因为你刚刚是不是设置了 2370是一个异次元空间的00点 是不是 那这次就是从0点开始画呗 那相对于呢 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小萌萌转十度 还没有 这是顺时 顺时 顺时就转十度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改成复数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负时 是负时 转转十度 是不是 你可以转转100个 是不是 然后花很漂亮 一个小太阳花就出来 是不是 好 我们的图片旋转 就学完了 就很简单 大家能理解了吗 最后一个旋转图片 是比较绕的地方 希望大家把过程了解了 先建立一次元空间 然后设置转换的参考点 这个00点就是参考点 然后呢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需要旋转不是吗 转换点设置之后呢 就是旋转了 旋转之后 才是画图 之后把什么呀 把它从一旋空间 捞回来就OK了 好 那我们的画图 就都画完了 本节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吴兄弟 不编程 不缘程 我是赖部学乡 从好老师 好 再见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 一学PAP 垂死兵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 少壮 不学PAP 老大 图伤悲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觉晓 处处 学PAP 在庭院做 以命 再订阅 学习 学PAP 助力寻踏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S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